一般来说,狗狗到了45天以上就能驱虫了 太小的幼犬驱虫容易中毒,所以不建议过早的驱虫 需要注意的是,驱虫后短时间内不能洗澡,以免影响药效的发挥 另外,驱虫分为体内驱虫和体外驱虫 体内驱虫主要为口服药,作用的寄生虫主要有操虫、围虫等肠道寄生虫 目前我们使用最多的是拜尔、大虫爱、弗莱恩、全心宝等驱虫产品 另外,特别强调的是全心宝,它可以驱我们人续共患的新丝虫 新丝虫会影响女性的生殖 弗莱恩DG用于驱体外的寄生虫 主要是驱虫、跳蚤、狮子等节肢昆虫 成分为菲波罗尼 目前国内的汉虫星和弗莱恩成分是一致的 首次驱虫后没有看见寄生虫的排出 让我们可以每月进行一次预防性的驱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以后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